大姐 你在干什么 终于舍得出来了 我还以为你要在那边阴暗里 躲一辈子 真的是大小姐 大小姐眼睛这么瞎了 二夫人怎么说是空空空 对了 快别说了 大姐说的哪里话 好妹妹 隔世不见 大姐我可真甚是想念 骆青铜这个蠢女人 怎么可能会和我这样说话 不对不对 方才就不对了 这神情气势 完全不一样 你 你不是骆青铜 是 我当然不是骆青铜 鬼门关走过一次 他怎么可能还是那个 蠢到连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死的骆青铜 你说是吧 我的好妹妹 骆青铜已不是原来的骆青铜 再不可能愚昧地 被我轻易玩弄于鼓掌之间 那我岂不是 不 他没有证据 不能拿我怎样 而我想要的东西已经得到了 还怕你一个骆青铜 看来大姐对我是有什么误会 我知道大姐你恨我给你提议去九屋山突破 可是我也没想到九屋山会发生这样的变故啊 幸好大姐你没事 不然我还不知道怎么才能赎罪呢 不过也信得这样的大悲大痛 我现在已经是五十四段了 我现在已经是五十四段了 大姐你为我高兴吗 就算你修为恢复了又如何 不过区区五折九段 洛家的第一天才早已易准 五十四段 真是厉害 不过妹妹 你应该感谢的人是我 从小你就是个病秧子 连修炼武道的资格都没有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是我将自己的资源 统统分给了你 这样的资源 足够一般家族培养出一个武将了 你才五十四段 还是不够努力呀 别人怕不是还以为 我那些资源都喂了狗了呢 你 你太让我失望了 这真的是大小姐 对呀 我还以为是三小姐想法 竟然是因为大小姐 将资源都分给了她 三小姐还得浪费 三小姐出事前 大三小姐一直隐瞒 就开始炫耀 安得什么心 留给我闭嘴 想死是不是 这是 洛青铜怎么可能将资源都分给我 死过一次 倒确实变聪明了点 懂得用这样的话 蛊惑人心了 眼睛都瞎了 看你还拿什么跟我争 都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快将二夫人扶回去 是 主人 你刚刚给那个黑心莲 施了什么树 居然被你个蠢猪撒陷了 那个树没什么破坏性 只是能把她修炼突破以来 所有体内残留的隐患勾处 主人真厉害 主人真厉害 嗯 嗯 哎呦 臭崽子 把你尾巴给主人真厉害 把你尾巴给卓烟雾收进来 拖了你 为什么我要照顾这只小屁股 怎么 难不成还向我来照顾 不 不不不不 我 我照顾 最好不过了 嗯 嗯 对 还让你抵护你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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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